在学校会超能力是什么体验 妹子躲在墙角想对班草表白 她计划呢 挣作业本到地上 班草搬到剪时 她就趁机表白 但班草呢 发动了超能力 心灵感应 知道了妹子的小心思 就见班草 闪现越过高空 绕开妹子平稳落地 一个念动力 就将散落的作业本归位 妹子不肯放弃 又想出了B计划 故意丢手卷 在班草身边 等班草捡起来 她就过去打散 要手机号 妹子立刻行动 可班草啊 一朝隔空遗物 将手卷塞回妹子的B订 不知情的妹子 假装招手卷 结果却从B订掏了出来 气得跑出教室通哭 放学时下起了雨 妹子故意在楼子下等班草 想着一块打散回家 但班草站在楼顶 一发合弹炮 炸飞了机与人 这下雨停了 大家都不用再打散 妹子认命了 此生注定和校草无缘 原来班草叫齐木南雄 出生才十四天 就能通过意念 将自己的想法 传送到对方的大脑内 满月就学会武功术 一岁就掌握了瞬间移动 天天给老妈打酱油 两岁时 直接用脚趾头 给老爸画黑白照 爸妈无比激动 这时生了个超能力的孩子 齐木四岁向全球 发动了心理控制术 让大家的发色 变得五颜六色 这样齐木的红头发 就不显眼了 齐木上又是原石 小朋友想动过猜拳 赢齐木的玩具 齐木读取了对方的思想 知道对方想出什么 直接完胜了 全校四百个小朋友 老师亲自上阵 挑战齐木 结果呢 连输了一千多场 气得当场辞职 等到齐木十六岁时 他会的超能力就更多了 手指头点一点 一吨重的面貌车 直接起飞 任凭抑制 就能搬具体骚 眼睛可以透视物体 妹子们里面穿的什么 他都能看到 玩呱呱乐呢 更是没有出过 虽然会几十种超能力 但齐木呢 却过得一点都不开心 学校马上要出事了 具体播剧来讲讲吧 OK 齐木在幼儿人 玩猜拳出了名后 一度登上热搜 为了低调地活下去 齐木很少使用超能力 这天 齐木参加高中开学仪式 突然有人捂住他的眼睛 齐木感应不到此人的思想 断定是蓝唐利 全校五百多名学生 蓝唐利是唯一一个 让齐木吃饼的男人 因为 蓝唐利呀 跟什么都不想 突然有名同学昏厥倒地 齐木和蓝唐利送他去到校医室 蓝唐利呢 决心做人工呼吸 吓得同学立马不装病了 结果这一幕被体育老师看到 体育老师决定开奏 同学却把锅甩给了齐木 声称是齐木让他装病 然后借口躲校医室 不听校长叨叨 齐木决定出手承治 他提议给同学冷下体温 好家伙 竟然92.8度 同学当场被拉去了火葬场 事实上是齐木使用了火能力 偷偷烧高了体温计 不料 蓝唐利看到齐木使用火能力 以为齐木上火了 就让救护车顺便烧上齐木 齐木表示 我的人生劲敌只有一个 那就是蓝唐利 齐木回到教室 海腾舜啊 一刻凑了过来 一本震惊地表示 邪恶组织决定操控龙蛇入侵学校 你我身为超能力者 必须站出来保护大家 这时 同学大喊那条蛇被抓到了 海腾舜大惊 难道这世上还有其他超能力者吗 同学直呼 隔壁小学生正甩着玩呢 大家纷纷取笑海腾舜 我看邪恶组织 连小学的大门都闯不进去 齐木呢 没有任何反应 因为这个海腾舜 不幸患了重度中二病 天天幻想自己是超能力者 海腾舜冷笑一声 接着披上校服推门离去 下一秒 他就痛哭流涕起来 邪恶组织一定会来巴掌我们学校的 齐木察觉到了什么 立刻离开教室 紧接着 教室里就出现了蛇 全班吓得直接跳上课桌 齐木刚才就遇见了蛇会出现在教室里 齐木又发动千里眼 亏是教室内的动静 就见燃唐莉啊 轻易地坐板凳上问男生 你们的蛋蛋 会突然发痛吗 众人直呼 我们没有 但是你肯定有 因为你的蛋蛋被蛇咬了 燃唐莉被毒晕 危急时刻 海滕顺冲到大家面前 声称要和龙蛇一掘齿熊 大家纷纷让他赶紧躲一边去 然而海滕顺决心要为大家使战 齐木洞察海滕顺的内心 忽然 蛇冲向了妹子 海滕顺竟然真敢打 口中还念叨着自边大招 齐木呢 决定让海滕顺表现一下 就见齐木一发闪遍炸弹 炸晕了蛇 全班看得目瞪口呆 夸战海滕顺是超级英雄 海滕顺顺时飘了起来 作业也不写了 面对班主任的斥责 他翘起二郎腿轻蔑表示 注意跟我讲话的态度 小心我用超能力炸你 放学回家途中 齐木撞见了笑花 赵桥心美 但他没有搭脸 笑花啊 从没遇过感冒是自己的男人 心中有点不爽 当即拦住齐木 送上甜甜的笑容 笑花坚信齐木会激动到泪流满面 毕竟不是每个人 都能让笑花主动 但齐木呢 居然直接走掉 笑花大惊 不相信会有男生视自己为空气 坚定认为 齐木是因为见到自己太惊讶 而不知所措 笑花再一次搭讪齐木 结果又惨遭无事 笑花震惊 断定齐木以为见到自己是场幻觉 笑花这次直接扑 结果被闪现躲开了 笑花啊 又发挥丰富的想象力 笃定齐木连自己的幻觉都不敢碰 肯定是喜欢自己倒难以置吧 笑花立刻追上齐木 齐木仍然不想搭理她 因为笑花太引人注目了 这时 齐木看到了燃堂力 要是被燃堂力缠住 事情就更麻烦 齐木一个瞬间移动 直接窜楼顶上 笑花发现齐木一瞬间消失 以为自己看到的齐木是幻觉 转念一想 难道自己潜意识里 喜欢着齐木吗 齐木呢 直接猛圈 我上辈子到底造了什么年 为什么你的想象力会这么丰富 第二天 全班上体育课 这是齐木最发愁的课程 他对力量的控制还不够精确 只用了10%的力量扔球 就把球框砸成废铁 偏偏自杰克玩躲避球 玩法就是拿球砸对方出局 敌方率先攻击齐木 齐木干脆拿脸应接 早点出局也好 结果班长提醒齐木 你要去哪啊你 球砸住脸不顺出局 齐木气炸了 怎么没人跟我讲这条规则 接下来换齐木扔球 只见齐木啊 凝神俱气 气沉丹田 将力量控制在1%以内 瞄准然唐力轻轻一抛球 球就归宿飞到对面 被然唐力轻松单手接住 班长怒刺齐木 你是不是敌方派过来的间谍 然唐力打出六连击 齐木就剩下班长一个队友 然唐力呢 决定先奏班长 齐木这个好兄弟放后面 班长决心为了失去的伙伴奋战到生命尽头 齐木表示 大哥 人家还活着呢 齐木挺胸为班长挡下攻击 齐木开心一笑 这回总能出局了吧 意外的是 班长竟然光着屁屁接住了球 齐木没有出局 齐木都傻眼了 而班长呢 因为膝盖受伤 被强制送去校医室 临走前还吐了口番茄汁 齐木表示 你不就是擦破了膝盖吗 至于整这么严重吗 齐木这下成为全队的唯一希望 他启动好感度显示器 大家对自己的好感是41 理想值是50 太高会引人注目 太低会让大家厌恶 齐木决定撂倒一个敌人 他发挥出3%的力量 结果球在定针移动 好感顿时跌到20 就在大家对齐木失望时 球却振脱敌人冲击到地上 齐木击败一名敌人 好感上升到56 突然 海滕顺衰气地捡起球 声称自己能秒杀掉齐木 齐木狂喜 我期待你的表现 结果海滕顺啊 一个娘娘枪式地扔球 球都没脸落地 齐木失望地接住球 好感报增到65 这时 燃唐力扔出暴击球 齐木假装被意外击中 好感下降到55 齐木已经很满意了 然而 班长却及时接住了球 全场士气大震 好感直接干到100 齐木欲哭无泪 你这么快就回来了啊 班长呢 化身成战神 砸晕了所有敌人 齐木队赢得了胜利 好感稳定在82 齐木只能无奈接受 淡然唐力却抱住齐木 夸齐木是好兄弟 好感报跌到46 放学回到家里 正巧赶上父母摆家具 齐木将家具悬浮在空中 轻松移到父母想摆放的位置 但齐木的超能力并不是绝对稳定 老爸在床底下就差点被压扁 父母想拆承重墙 齐木一个弹指 承重墙就没了 但半秒后父母就后悔了 齐木啊 只得施展复原超能力 就见碎石头又填满承重墙 承重墙便逐渐复原 但房间的家具却消失了 齐木解释 这招其实是把房间里的时间倒回一天前 家具还得重新买 星期天 齐木在街上看魔术表演 魔术师举起个盒子 打开里面傻也没有 但齐木用透视眼 看到盒子挡板下面藏着鸽子 魔术师大变鸽子 惊得路人纷纷鼓掌 唯有齐木看得想睡觉 魔术师呢 决定表演顺身术 他让助手钻进左边箱子 声称六秒后 助手就会顺移到右边箱子 路人期待看着 齐木用透视眼看到 助手正爬箱子后面的暗道 但助手爬得慢 魔术师数完数打开箱子 助手只能被迫从暗道钻出来 路人一哄而散 魔术师一块钱都没赚到 魔术师向齐木倾诉过往 因为破产期离止散 所以想通过变魔术 赚大钱东山再起 齐木都听傻了 你这想象力比较花都离谱啊 齐木决定给魔术师路两手 让他切身体会魔术没有那么简单 只见齐木拎出一个小包 伸手进去掏出一个物品 好家伙 居然是那助理 魔术师差点被吓走 但他认可了现实是残酷的 齐木啊 真要放心离开时 魔术师却向他下跪拜师 齐木直接拒绝 但七天后 他在电视上看到魔术师在直播 齐木都愣住了 这哥们是真的勇啊 魔术师要表演新研发的魔术 极限逃生 他会被关进封闭箱 五分钟后 封闭箱将经受刀刺 火烧 压禄击碾 齐木心里一惊 这哥们是不是喝酒了 就见魔术师被关进封闭箱 但是分钟过去了 他还没有出来 第五分钟 封闭箱已经被火烤了 齐木无法见识不救 一个瞬间移动 跑到了箱子里 齐木呢 这才发现箱子里只有个录音机 正播放着魔术师的敲击声 而魔术师早就逃到小树林里 齐木真被魔术师唬弄了 瞬间移动有三分钟的冷却时间 齐木没法再用 助手往箱子里插箭 第一把箭插齐木鼻尖前 第二把箭插齐木脑瓜后面 得亏齐木不胖 不然就玩犊子了 很快 二十把箭就全插进箱子 齐木只得脱臼所有关节 身体挤进箭缝躲了过去 随后 箱子被起重击掉起三十米 高空坠向地面 落地前的一瞬间 齐木忙起一跳 轻松躲过这波危机 箱子又被三妹真火烧烤 齐木在身边建造起冰墙 挡下滚滚赤烟 压路机开了过来 箱子直接被碾成了铁皮 魔术师啊 这时却出现在舞台上 迎接观众的掌声 齐木则在地下挖了地道 成功转移到小树林 见到魔术师没事 他也就放心了 回到学校上课 齐木看到海滕顺开心的扭屁屁 问他有啥开心的事 他却神秘表示 邪恶组织派代表来联系他了 马上就要秘密会谈 齐木悄悄跟上去 就见海滕顺走进会议室 室内只有一个蒙面人 但蒙面人却表示 室内还有其余四个伙伴 海滕顺登大眼睛看 哪里有四个人 蒙面人呢 表示如果海滕顺看不到 证明海滕顺并不是超能力者 海滕顺赶紧承认刚才演话 现在才看到了 蒙面人以施展节结束为理由 要求海滕顺交出身上 所有金属物品 海滕顺乖乖地交出手机 钱包 项链 蒙面人完成节节后 让海滕顺明天再过来取东西 海滕顺开心离开 我就说邪恶组织真实存在吧 但事实上 蒙面人是隔壁般的坏蛋 专门骗海滕顺的钱 齐木啊 悬浮在房顶上看到了全过程 决心为海滕顺出气 隔空灌灯 接着闪现到骗子身后 骗子一声惨叫之后 当天就休学了 齐木接下来还会遇到哪些灾难呢 我们下期接着讲 本片是 齐木男熊灾难的第一期 本期问题 大家喜欢看这部动漫吗 喜欢抠三个六 人多咱们就继续做 有这么多超能力余生 真是太爽了 不乐想要瞬间移动 不觉你想要什么超能力呢 我喜欢心灵感应 直接读取对方思想 这个动漫太搞笑了 齐木的同学 一个比一个有趣 齐木的打扮也很独特 粉色的发色和绿色的眼镜 其实里面大有玄机 随着剧情深入 大家就会知道了 好了 本期弄矫正了 这是伯乐的动漫频道 大家多多支持 记得点赞关注订阅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